内容感知 内容感知是Photoshop CS5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假设我现在要移除在风景区 我要移除这个人 按照以前的做法的话 我是需要用一些修复的工具 但是都要花一点时间 那现在不用了 我现在只要用这个选取 譬如说用套索 我只要圈选 我要移除掉的区域 那么注意圈选的时候不能太大 也不要太小 那就大约刚好就差不多了 那太大的话 电脑会没办法判断 没办法判断哪些要移除 所以我选择编辑里面的填满 那填满什么 填满里面它有几个选项 我们可以选 我选的是内容感知 那么我按确定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自动帮我们来做处理了 那处理的过程是区域的大小 好处理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按Ctrl D取消选取 你看多快 马上就可以消除掉了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填补内容感知 我按Ctrl D取消选取